当我们谈未来的愿景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 谨守神儿女的身份 为什么我们要谨守儿女的身份呢 我有三个儿女 三个小孩都是 我教会他们怎么骑脚子 我教的方法跟大家都是一样 我抓住他们脚踏车的坐垫 帮助他们平衡 跟着他们跑 他们刚开始的反应 也和大家的孩子们一样 要求爸爸不要把手放开 但是我有时候不放 我有时候会放 虽然他们有摔倒的时候 但是他们还是会信任我 继续地来尝试起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是我的儿女 假如我们有这种平安的确具 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继续会尝试追求成长 弟兄姐妹 我们将来一定会碰到有困难 教会将来一定也会遇到挑战 但是我鼓励大家 让我们谨守神儿女的身份 不要忘记这个身份 在基督里面 没有任何的势力 可以改变这个事实 因着这个肯定 我们就会愿意 继继续地追求成长 因为教会是神的教会 教会就可以继续地成长 不只是这样 也因为神的爱 使我们愿意来 为主来成长 因为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会饱藏神 无穷尽的慈爱 每当我们想到 耶稣基督在释迦上的大爱 荣耀了神 敬畏你我而死 我们的心都不至今的 都有极大的触动 也让我想到 每当我软弱犯罪的时候 父神那爱怜的呼唤就临到我 如同对我说 我而啊 不要再犯罪 这赎罪的代价极重 是我的爱之 舍命流血而成就 这种图画在我心灵当中 就会使我想到保罗所讲 就在哥仁多后书第五章四到第十五节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这种牺牺牲的害 使我们愿意为主来持续地成长 所以当我们谈未来的愿景的时候 让我们谈守神儿女的身份 不要忘记 神儿女的身份 永远不会改变 当我们有这样肯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继续 愿意追求成长 当我们知道神是 神教会是神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惧怕 其实在经文当中这样说 你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在这里所说成长的 所需要力量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而是依靠基督耶稣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来谈 教会未来的愿景的时候 我们需要支取神恩典的应许 感谢神 神给予的恩典是一次全给 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章说 神的全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造我们的主 神的恩典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 一次就给我们 他不是说我今天给你百分之十 三个月之后给你百分之二十 而是一次完全地给 因为在我们信主的时候 神就借着圣灵的内住 把一切有关我们灵命 所需要的恩典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在谈 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 我们已经因着圣灵 在我们里头得着 这需要的恩典 我们需要借着祷告 借着读经 向神来支取 他已经赐下来这个恩典 但是保罗所讲的这句话当中 刚强起来这个字眼 是一个现在的动作 进行的动作 意思就是说 这个成长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次就完成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rather it's a progressive process